欢迎回来 台式新闻特别企划 马上来聚焦最近出现新的诈骗手法 台中有民众收到简讯 要他到超商领取包裹 因为他经常网购 加上包裹上的门市电话跟姓名都是相符 让他一度误以为自己买东西买到忘记了 幸好及时查证 他根本买东西 警方说这个就是所谓的幽灵包裹 是目前名列诈骗手法的前五名 谢小姐收到简讯 要他前往超商领取包裹 电话姓名都没有错 问题是他不记得自己买了什么 货到付款要888元 我收到这个简讯 然后上面还有一个连结 说查件可以抽奖 那我就觉得怪怪的 而且传了好几次给我 那店员说像这样很多人被骗 原以为自己买了东西忘记了 差点就付钱取货 店员的话让谢小姐恍然大悟 而警方说这就是所谓的幽灵包裹 看看超商内 每天网购的包裹堆积如山 疫情影响加上网路购物方便 不少民众利用手机或是电脑 轻松下单 各自因此外泄 世上不止幽灵包裹 还有一页式购物广告 根据台中市警方统计 110年解除分歧付款诈骗有272件 假网拍购物149件 而今年光是1月份 解除分歧付款诈骗就有34件 假网拍购物12件 占诈骗比率8.57% 两者名列诈骗手法前5名 可以打给托运公司 请托运公司帮我们办一个退货 或者向警方报案 诈骗集团手法无奇不有 民众若发现可疑 最好向警方咨询避免受骗上当 这些门城市节台中报道 请不听就会这些门城市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乎 研究烈 谢谢观看